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共有三个选项都是不一样的美味糕点 对于这次的主题逼着目前的直觉 心中想着问我的他 当下的你最想吃的是哪个选项的糕点呢? 选好了的话可以直接点击一下你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做的主题是 他在想些什么哦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在问的主题是 他在想些什么呢? 抽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 现在到底在想些什么?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的你 你看一下这个人他在想什么呢?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觉得他现在好孤独哦 你在哪里呢? 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呢? 他做了好多的美食哦 他等着你一起去分享美食的 为什么他总是一个人 他在盼着你能够更多的跟他约会 他希望在他没有在你身边的日子里呢 你好好照顾你自己哦 其他的人可能表面上 很会对你甜言蜜语的 但是呢 他才是真心爱着你的人哦 不要那么容易被骗到 他连工作的时间也在想着你哦 他还想要跟你见面的 只有你会令他有这一份热情 好怀念过去 那个热恋的 谈心的热泽哦 给选到第一组 他在想些什么呢? 首先以主题牌卡来看 就是满满冷清孤独的感觉哦 他觉得他现在过得很无聊很无趣 就算身边有很多人陪伴着 那都不是他想要的 他只想要你陪伴 只有你的陪伴能够填补他心中的空虚感 他做了好多的美食哦 为什么他总是一个人在品尝呢? 他希望你可以多一点的想起他 约他出来吃个饭的好好谈谈哦 他知道他不算别人那么的 很会谈甜言蜜语的 他也不懂得去逗你笑 可能跟他在一起 你会觉得很无趣很无聊 但是他才是真心爱着你的人 那些很会甜言蜜语的 他们不一定对你真心 所以请你弄清楚哦 他才是真心的 喜欢着你爱着你的人哦 他连工作时间都无法专心地工作的 一直在想着你过得怎么样呢 你是不是在被人家骗了呢 他怕你被别人骗 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单纯天真的人哦 他好怀念过去你们一起 就是面对面的谈心的那些日子哦 聊得好开心 难道你忘记了吗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你要问的这个他 现在在想些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这个人他在想些什么 他想要解释他之所以会那么多的管控欲呢 因为他太想保护好你哦 他知道他就是 太过的细心了就是会小事化大 他真的有把你看成是真爱的 在没有你的日子 他都热如年哦 你过得好不好呢 很想要说你是他的心肝宝贝哦 不管你变成怎么样 他也是爱着你的 他很理智地告诉你这一切 不是喝醉酒了 他是真心的 把心底的话说出来 他经常在想哦 你过得怎么样了 你给他的讯息太少了 有关你的讯息实在太少了 他一直想要打探你的消息 不知道几时可以跟你见个面 举个会呢 很想要就是去把他心中的真相说给你听 然后呢就是整个把心交给你 就告诉你他是真心的 爱着你的人 给选到地主他在想些什么呢 以塔罗派卡雷卡 他说他知道他自己管的太多了 令你可能会有自喜感 然后一直躲着他 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你不愿意跟他太多的见面 而且他也承认呢 就是他会小事化大 而每一个细节他都放大镜地去看哦 可能令你感到很烦很压力 但他这样子做都是为了 想要更好的能够了解你 更多的能够认识你 想保护你哦 在他的眼中你是一个 心肝宝贝哦 是那么的重要 他不想让你 令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所以他可能太用力的去想要保护你的 加上呢 你给他的讯息太少了 也许你在社交媒体那里很少 就是去破文的 他就一直在猜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 你是否有在被别人骗呢 他这个人呢 是很理智的人哦 他可以做一个保护你的人 你可以放心的去把你的心事 你遇到的难题都说给他听 他很愿意帮助你排解忧的 请你别躲着他了 他是很真心的对着你的 不知道几时可以跟你见一个面呢 他很期盼着可以跟你玩具 跟你见一个面 大家好好坐下来谈谈哦 他现在度的如年的 他觉得他自己很空虚寂寞 很需要你的陪伴哦 他想要把他心中的真话告诉你的 希望有机会可以 就是整颗心拿出来给你看哦 看字卡怎么刷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因为你他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哦 他为了你改变 他后悔过去 他对你做错的一些事情 你不用追着他了 你已经成功的 把他整颗心偷走了 他真的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说 他希望可以跟你有更多的 能够交流的时光 他已经不想再压抑起来 对你的爱了 藏不住了 他想要大声的承认 他爱你 他喜欢你 他要着你 他可以做些什么 可以帮助到你的吗 你有什么需要到他的地方 都可以找他哦 不知道你会拒绝他吗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他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你的重要性 开始意识到了这份感情的 对他而言有多深 没有你的话呢 他就好像形式走肉了 因为他整颗心已经飞到你那里哦 给选到第一次 他因为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他为了你改变他自己哦 请你原谅他过去做错的一些事情哦 他已经后悔了 你不用追他了 你已经成功的整颗心 把他的整颗心偷走了 他现在意识到了你的重要性哦 他是不能没有你的 没有你的话呢 他过得好像形式走肉 完全就是一个空壳 他很想要就是可以做一些 帮助到你的事情哦 你有什么需要到他的地方 都可以提出来的 但去原谅他 他没有那么的主动 因为他不知道你怎么看他 你对他是否有爱 他怕你会拒绝他 真的很希望可以跟你 有更多的能够交流沟通的 很多话想要告诉你 很多话想要跟你说 他已经无法压抑心中对你的爱了 好想要就是给你知道他是爱着你的 希望你知道他的心意 看中文自改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 分不清我们是在赌气还是真的分开了 我们是在赌气吗 还是真的分开了呢 到底你想怎么样 虽然你不是最甜的一个 却是最合适的一个 他觉得你们是很般配的 谢谢你这么久的陪伴哦 你对他做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的 接着我们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 好了这张牌卡是不是一个好可怜的孤儿哦 就是他需要温暖 他需要爱 还有关注的 心里别那么狠心的就是 虚不理不睬哦 他需要你 可以不要那么的强势哦 然后在一份感情中是平平衡的 大家要公平 就是大家都一样重要 没有分高低的感情会比较健康哦 再看 然后树的这张牌卡呢 就是有时是关于家人哦 就是你的那个顶梁柱给你安全感的 你的那个窝 这张牌卡是 找到令你有安全感的是什么呢 然后可以与对方谈一谈哦 他可以做些什么 令你会有安全感吗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可以选到第一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整体的建议 好了 拿到的牌卡呢 就是在说要珍惜 珍惜眼前人哦 珍惜每一个见面的机会 嗯 是不要把一切当成理所当然哦 要懂得珍惜 懂得珍惜的人才是 才会真正的幸福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过来一个充满享乐的快乐人生哦 祝你幸福 为对方快快乐乐的 请一周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这么的主题是 他在想些什么呢 说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目前你要问的这个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抽一张主题牌卡 可以选到第二组的你 看一下这个人 他在想什么呢 看他在想着你们的过去和怀念你们过去的甜蜜时光哦 再看 他很想要你指引一下他到底他还可以做些什么去把那个过去的热情带到现在呢 他觉得你们的感情好像慢慢的变淡了 他想着夜里的你是否会想起他呢 做白人梦哦 再看 他只记得你的好哦 他眼中的你是最棒的 就算你们过去有什么过去 他都已经忘了一干二净了 给选到第二组 他在想什么呢 首先你准备摆卡来看他在想着你们的过去哦 很怀念你们过去甜蜜快乐的时光 现在他觉得这份感情好像慢慢的变淡了 他好担心你不再爱他了 到底他可以做些什么 他希望你可以引导他 他可以做些什么去找回你们过去的热情呢 晚上他睡不着会想着你哦 你是否也在想着他呢 为什么你一点都没有想起他呢 是不是只有他一个在一直不断的想着你呢 他连他白天晚上都在想着你哦 希望这个感情可以变得稳固起来 现在他好担心好像即将失去你的感觉哦 他又心重重的 不管你们有什么过节 那些都已经过去的 他现在只想要好好的跟你继续下去 他不想失去你哦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刀第二组 你要问的这个他现在在想些什么呢 给选刀第二组一起来看 这个人他现在到底在想什么 他想要弄清楚状况哦 到底他做错了什么呢 很想要找到平衡哦 好像他比较想你 他比较爱你 难道你不爱他了吗 想要有一天可以跟你 他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了 只要有你在身边 一切都会变好的 他现在想要 把他整个心拿出来 去跟你求爱哦 希望就是你可以更爱他多一点 想把礼物带给你 想把惊喜带给你 他现在急了 他想采取行动的去把你拉回来 想跟你重新再来 重新开始 为了你他可以很勇敢哦 没有什么事不愿意为你做的 给选刀第二组 以塔罗派卡来看 这个人他在想什么呢 他想弄清楚 到底他做错了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感情 好像越来越淡化了起来 你是不是没有过去 那么的爱他了呢 只要能够跟你继续下去 只要你能够留在他的身边 你要他怎么样都行哦 他可以为了你付出一切 如果可以用金钱 买你的爱 他是很愿意的 但当然 爱是无法用金钱买的 他现在很想要 用他的心去打动你哦 去追求你 想要你再重新的爱上他 他现在急了 他总觉得你好像 即将对他说分手 好像即将不要他了 他再不采取行动 可能真的会失去你 所以他在想还可以做些什么 去让这个感情变得稳固起来呢 你依然是他最梦中情人 最爱的那一个 他不想换别人 他不想拿别人替代你 他只想要跟你在一起 他对你的心意是那么的强 他是那么用力的 喜欢着你爱着你 难道你感受不到吗 难道什么都要画出场的 去告诉你吗 他觉得你应该懂 他对你的爱是怎么样吧 我们就重新再来 可以吗 他在想着 他可以采取什么行动 去让你们的感情 在这地擦出火花呢 看资卡怎么说 也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只要想起你 他脸上就有笑容 就会嘴角上扬 他不太决定 该做些什么 该怎么做决定 就算他没有话题 他还是想跟你说说话的 哪怕是说什么废话都好 对你的爱是永恒的 这一辈子只想爱你 请你别把他忘了 请你别偶视他的存在 好想要宠坏你哦 把妈妈的惊喜 妈妈的礼物与爱 都献给你 想对你表达他的心意 他不后悔 他不想留任何的遗憾 他真的爱着你 给选到第二组 一字卡来看 他说想起你 他就会嘴角上扬 你就是他的快乐 他的幸福 现在他真的是不知道 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决定呢 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你是不是已经觉得 他没有过去的光环了呢 他现在很想跟你说说 哪怕是没有什么话题都好 都想要跟你说说话 他对你的爱是永恒的 他是那么深爱着你 请你别把他忘了 请你别把他当成透明 很想要把妈妈的礼物 惊喜带给你哦 很想要宠坏你的 很想对你表明他的心意 表明他的爱 他不想留有任何的遗憾 他真的爱着你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 我这辈子只想好好爱你 因为你值得 又是那个感觉 他只想好好爱你哦 若不是因为爱你 所以愿意当委屈鬼 为了你他受委屈 以前觉得你人不错 现在觉得你演技不错 你到底过去真的有爱上他吗 是不是他的错觉呢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也选到第二组 别的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冲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相信哦 就算做黑暗都好 也要相信有美好的事情可以发生的 奇迹还是可以发生的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保持正面 很快你们的感情会引来新的篇章 新的开始 甚至是有宝宝的降临哦 恭喜哦 再看 拿出你的创意吧 充满艺术那样子的去表达 这份感情会更有趣 更开心 更快乐 更好玩 抽一张塔罗牌卡 看 可以选到第二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 拿到的牌卡就是在说 望远方 或不是一时 不如意呢 就决定没有未来哦 看得长远一点哦 这份感情 如果现在在苦练 不代表将来就没有幸福的 要想得长远一点哦 不要那么快的 就是去下判断 然后说分手什么的 要看得长远一点哦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予呢 祝你与对方的将来都是光明的 快乐的 越来越好 祝你好运哦 一切顺心如意 请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不要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赵方的主题是 他在想些什么呢 抽神域配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他现在到底在想什么 抽一张主题配卡 给选到第三组的你 看一下这个人 他在想什么呢 好了 你主题拍卡来看 看的就是 有很多的疑问在心头 很想要问你哦 很想要更懂你 很想要知道更多你的事情 他正在寻找平衡哦 他希望可以跟你走得长远 你是他心中的开心国 跟你在一起是最快乐的 他喜欢跟你过他的时间 虽然可能这条路刚开始 但他确定了 既然开始了 就要跟你走到终点为止哦 他在努力的学习 想成为一个更称职的男友或女友 可以选到第三组 他在想些什么呢 首先你主题拍卡来看 他对你的事情很好奇哦 他有很多的问号 对你的事情 他都想要知道的更多的 很想要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想要成为一个更懂你的人哦 他正在寻找平衡的 他知道这条路可能走得不容易 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艰难的 要有那个磨合气的 他在想着如何熬过这些难关 跟你顺利的走到底哦 既然开始了 他就不希望会有中途放弃的 要跟你走得长远哦 你是他的开心国 你是那么的能够逗他笑的一个人哦 每当他有时间 他都希望可以跟你过的 他在想着下一次的见面呢 是可能他的假期吧 要怎么样跟你一起过呢 想成为一个更令你满意的男友或女友哦 他正在学习你的喜好 看塔罗怎么说 也选到第三组 你要问的这个 他在想些什么呢 他在想什么 他觉得他自己已经被你迷到 成很颠倒了 想做点事情去推动这份感情前进 让这份感情可以跟上一层楼 让他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哦 该怎么开始呢 有很多话想告诉你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怎么开始 该怎么说 该怎么表达 总而言之 他想要你清楚明白他是爱着你的 清楚明白他是火热的心对着你哦 你已经是他的一切 他的全世界了 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会想起你哦 因为他心里一直想着的都是你 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了 对这份感情投入了很多的感情 他已经就是认真了 他们当时想着有什么 有趣好玩的事情可以对你做 想让你们的感情可以插出火花 更上一层楼 他不想错过任何的细节哦 只要是关于你的事情呢 他都想要知道 他都想要打听哦 你在他的眼中是最棒的 是那么的宝贵的一个存在 很想要争取跟你见面的每一个机会 他已经把你看成是他最大的目标了 他决意要跟你走到长远哦 给选到第三主意陶罗派卡来看 这个人他在想些什么呢 他觉得他的心已经被你偷走了 他被你迷到神魂颠倒的 不知不觉中已经对这份感情 投入了很多的心哦 对你是认真的 他现在门到子就是想着 如何推动这份感情前进呢 如何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呢 有很多有趣好玩的活动想对你做的 想约你出来看电影 去游三碗水 去擦出火花 他有很多话想告诉你哦 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哦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实在太多话想要告诉你了 总而言之 他最简单的说 就是他想要 你清楚明白 他对你的心意就对了 你已经成为他的一切 你已经是他的全世界 他最重要的人哦 你的事情 每一个细节小事 他都想要放大 他都想要了解 他想要争取一切 能够跟你见面的机会 你是一个宝哦 他很珍惜的一个宝 他决定了 就是要跟你走得长远哦 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不管有什么障碍 都要勇往之间的 竟然开始了 就不想跟你结束 看自卡怎么说 给拳道对三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自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这个人他有什么话想说呢 他知道也许他不是你心目中最好的 但你对他而言你是最完美了 他经常在想 你还在乎他吗 你还想要继续吗 他很恐惧 担忧 为你呢 他的心好累哦 需要得到疗愈 为了这份感情 为了这份感情一直就是心惊胆跳 他怕你在你的朋友面前呢 去把它当成笑话 他不喜欢你那么迟回复哦 一直等着你的回复 很累 很累 他想一辈子跟你在一起哦 不单只是今生哦 下一生也要在一起 他还在努力的学习成长 疗愈的 给他一点时间 他会成为你要的 喜欢的那个样子的 可以选到第三主 以自卡来看 他总觉得你不是把他当成是你最想要的那一个人 你只是刚好就是你需要一个人陪伴了他 刚好他出现了 而你是他最认为完美的人哦 所以这份感情他觉得是不对等的 他是爱你爱到要生要死 而你呢就是把他当成可有可无 他在想着你是否还要跟他继续呢 你还爱着他吗 他心里有很多的满满的恐惧感哦 为了这份感情他真的是精疲力尽的 心灵上哦 就是当你很迟回复他 好像很不重视他的感觉 他就开始胡思乱想 然后呢就会心烦意乱 但现在他的心需要一点时间休息的 还有得到疗愈哦 他也可能受伤了 他正在学习正在成长的 如果你对他有什么不满的地方 那他真的可以有一天成为你要的那个样子哦 请你不要放弃他 他现在好担心哦 你对他是认真的吗 你会不会在你的朋友再把他当成笑话那样子的去笑他呢 他是那么的死心 他弟爱着你哦 他不单只是今生想跟你在一起 他希望连下一生也是可以跟你在一起的 而你呢 你是否也有一定点喜欢他呢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 可以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呢 你的冷淡敷衍 让我学会了不打扰 所以你对他是不是很冷淡敷衍呢 没有我你会更幸福吗 他觉得他自己好像 一点都不重要哦 对你而言他重要吗 没有信任就没有理由继续 他希望得到你的信任哦 接着我们看这个人育排卡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的就是从过去的教训中学习哦 懂得去从过去的错误学习的人 才是一个有福气 才可以更幸福 不要总学的自己是被困着的 你是任何的情况底下都有自由的去做你的选择 你的人生是在你的手中的 你还是可以去改变的 宽恕的心哦 放过对方也等于放过自己哦 当你不肯原谅对方 最受罪的还是自己的 看这个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给选到第三组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出现的这一张牌卡是 鼓励着你要鼓起勇气哦 鼓起勇气去争取属于你的 又或者是对你而言是重要的 不要对说 要自信的 认为 要自信的就是去 采取行动 争取 本来属于你的 这张牌卡是这个权杖 气嘛 就是 鼓励着你勇敢哦 好了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呢 祝你充满喜乐的对方过好每一天 愿望梦想顺利能够达成实现哦 走音了 愿望梦想都可以顺利的达成实现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